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志华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李志华观点911契机美国911紧急电话系统过时老旧面临自身的危机 在美国和加拿大911三个数字非常管用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遭遇麻烦 例如交通事故治安事件或健康危机等 只要用手机或电话拨打911立刻就有人接通电话协助你 所以911成为大家的护身符 但是现在却在许多州出现911的现象 造成种种危机不安 目前马萨诸塞州因全州911系统当掉 导致700万人无法使用紧急服务 而在过去半年已经有至少8个州都有此现象 反映出全美应急通信系统老化不堪的严重问题 美加两国是从1968年开始使用911紧急电话号码 以简化应急呼叫流程 这个系统已经演变成一个庞大的拼图 每年处理约2.4亿次紧急呼叫 不过根据国家紧急号码协会的统计 只有超过四分之三的911呼叫中心 在过去12个月内经历过档机事件 尽管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升级系统 但进度参差不齐 许多州在通过了推进或资助现代化911系统的法案 包括将模拟911基础设施替换为数字化的升级措施 不仅能够处理呼叫还能定位呼叫者的位置 接收短信并允许危机中的居民向调度员发送视频和图片等等 但却因为资金不足而无法落实贯彻 变成了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911系统现在的经费是依靠电话账单附加费来支付的 各州和地方政府有时会会动用一些基金或其他资源来改进 然而资金分配不均导致现代化进程层次不齐 联邦立法入HR3665法案可以提供资金 但目前国会陷入僵局 爱莫能住 911系统的现代化是保障美国公共安全的重要环节 系统的运行涉及多个部门 包括通信公司 警察局 消防局 医疗急救部门等 这些部门需要加强协作 共同制定和完善引起预案 确保在系统当机时能够迅速的启动备用方案 维持紧急服务的连续性 联邦通信委员会前主席阿吉特说 当机通常发生在老旧系统中 911系统的现代化是一项 国家安全紧迫需求 所以必须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 立即采取更换升级的行动 否则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以自由通过技术升级 资金支持和制度改革 才能确保 911系统在未来的紧急情况下 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保护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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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